大家好,我叫阿法,我今年就讀台下理系 然後我的研究的題目本身就是白色恐怖這段時期 反正就是裡面的東西 我就發現我在小知道的時候其實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關於白色恐怖的資料散落在網路跟書籍裡面 還有各種報章雜誌跟檔案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然後這邊主要就是想要讓這些資料可以統整在同一個平台上面 然後並且將它視覺化 同時具有一定程度的搜索功能 我發現就是很多人都有意願跟理解這段時期的發生的事情 但是呢,而且也想幫助 比如說大家都聽過就是現在就不能做轉型正義 但說實在也可能你們周邊沒有人真的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想大家都是關心的 但是因為往往缺乏相關的就是足夠的資訊跟知識去判斷 比如說檔案問題啊或是資訊問題 因為現在我發現就是網路上的資訊 甚至是政府自己釋出的資訊 其實有蠻多都是有問題的 如果你去對照一些口述歷史或是那些已經釋出的檔案的話 所以呢,我的目標呢就是打到一個可以讓人們 就是理解就是當時候發生 不管是你要去找說當時候的事件之間的關係 人物之間的關係 到底那些事件發生什麼地點 那些人他們被逮捕被抓了之後 到底被關到哪裡去 然後或是在這之中發生的一切 包括政府的流程 包括就是後來政府的改組 或是他們之後是比如說解言之後 他們就是追蹤就是進一步的 比如說平凡啊或什麼 他們現在成功報告什麼的 雖然網路上面都有資料 但目前都是限於就是書面資料 然後呢形式都是表格化的 所以其實 而且頁面就是頁數大概多達就是四百多頁 所以我想就是一般人他可能沒有像我都嫌 就是就是把他東西看完 所以呢我希望可以達到一個可以讓人們進一步去追問追查的一個平台 也就是說他像是一個跳板一樣 就是任何人都有能力就是進一步去理解這件事情 只要我提供足夠的資訊 那麼就是我就是要把散落在就是各個就是領域或是各個地方的資料呢 把他們填上彼此之間的關係 以及散落就是以及他們在時空之中相對的關係 這到底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我們在看到就是 比如說白色恐怖隊單一個case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太知道說他們之間組織之間的關係 或是說當我政府我去抓人的時候 我情報單位到底跟這些人是什麼關係 但是說實在的就是 我們現在在 就是現在政府文化部他們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現在在清查 在戒嚴時期的時候 政府他們到底把人抓去哪裡 大家都聽過就是 人人都被什麼警總偷帶走啊 然後被關來刑囚啊 但大家有想過說那些地方是哪裡嗎 那些地方是真的 那些地方是真的 好 sorry 好我停了 好 我去換工程師 然後我們這樣從來往再出行 謝謝 謝謝 好下一個提案是這個 鄉民風水師喔 然後再下一位是 實習透視鏡 我忘記了 我好像一陣子 我幫你 您好